真假突破 在上一期视频当中呢 我们主要侧重于反弹卖出法 如果达到了大阴线的最高点 留下了长上阴 我们应该在此为的卖出 上一期视频当中呢 我们讲到了 在一个波段的下跌当中呢 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最大的阴线 它的高点将作为未来反弹的卖出点 在这一波下跌当中 最大阴线是这个位 它所对应的高点平易过去 随后我们发现股价出现了反弹 达到了大阴线的最高点这个位置 留下了长上阴 我们应该在此为的卖出手中的股票 卖出之后呢 股价出现了下跌 随后呢 股价再次出现了反弹 突破了大阴线的最高点 这个位置 我们一定要观察 是否出现真假突破 什么叫真假突破呢 我们看第二个要点 真突破一定要大于等于三天 什么意思呢 在大阴线这个最高点的位置 股价的收盘价 一定要最少停留三天 反之就是假突破 我们看这个位置 股价虽然出现了反弹 算在了大阴线的最高点 这个位置的上方 第二天我们发现 收盘价在大阴线最高点下方 说明这个位置属于假突破 假突破 我们应该在此位置 卖出手中的股票 在这边下跌中 我们发现 最大的阴线是这个位置 它的高点平易过去 我们发现达到这个位置 又出现了潮上瘾 应该卖出手中的股票 所以我们发现 股价再次出现反弹 突破了大阴线的最高点 我们发现 一天 两天 三天 收盘价在大阴线的高点之上 说明这个位置是真突破 如果是真突破 那么股价回调到这个大阴线 高点附近 出现止跌性的阳线 我们就可以在此位的买入股票